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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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讀设计的 从来没有想过做教书 因为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但因为那时差不多临毕业 二字毕业后发起了天星码头的艺术行动 于是在过程中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师王英琪 战予之间他找了一些人问我 有没有兴趣来这家学校做 最初进来这里是做设计 和做一些学生发展的东西 后来一路做做做 发现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开始做 然后就和另一个同事 一起做了一个叫小柚鹏的计划 在这儿做了两年之后 正式教班去做 其实始终都好像是做回教育 才是可以 虽然他的区域比较小 一年可能接触都是几百个学生 但是你接触到他 你比较多些机会可以直接 将自己的勇气 或者自己对事物的理解 是传授到到学生身上 所以就没有做传媒 就回去做教育那儿 引发到他对某些议题 是真的很在意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要立即冲上街 但他反而会觉得 不如他突然主动要求和我说 不如你最后那几堂 你不要说 让我去教这一堂课 他可能真的会意识到 有些事情 其实不只是你也很关注 是我也很关注的时候 会不会我自己 都可以试试这题目呢 其实老师 如果你有多些其他身份 你会不会帮到我教学呢 在我心目中来说 这是必然的 因为现在我们是预计不到 将来年轻人究竟有几多种类的行业 但老师 如果你平时的日常生活 你是有很多其他涉猎 而是你的其他涉猎 是多到如果你老闆 是要解决你 你也是不担心的 你有这种心情呢 这种状态 你会感染到学生 会不会是我也可以大胆地 试试有其他出路的可能呢 你生命的选择 选择的选择更多 其实是对自己有点 而这件事 是很应该给学生知道的 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